建桥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紧邻的一个市 与波士顿市区格查尔斯河相对 属于波士顿都市区 这里是两所世界著名大学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所在地 建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30年 最早在波士顿地区定居的英国清教徒在此建立的纽敦镇 1636年 哈佛大学的前身为美洲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哈佛学院在这里创办 人们希望此镇能成为跟英国建桥一样的大学城 1638年将它改名为建桥 该镇于1846年升格为建桥市 查尔斯河是马萨诸塞州东部的一条长约192千米的河流 原自霍普京顿 向东北方向流过23个镇 事后在波士顿注入大西洋 河流的名称来自英格兰的查理一室 查尔斯河从事中心延伸到建桥市 河面宽阔 两岸排列着哈佛 麻省理工和波士顿大学等名校以及摩天大楼 俨然成为波士顿的平面地标 河南岸是波士顿城区 那里有古老的灯塔山老建筑聚集区 也有着摩天大楼聚集的CB地区 河北岸则是著名的建桥镇 学术分为浓厚 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均坐落于此 站在联通城区与建桥的朗费洛桥 新老波士顿的历史沧桑尽收眼底 这里每年还会举办著名的波士顿农州比赛 到了每年的7月4日美国国庆日 查尔斯河岸还会燃放烟花 举办燕火晚会 哈佛大学位于美国波士顿附近的建桥城 建于1636年 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 美国是于1776年建国 比哈佛建校要晚近140年 哈佛大学的建立是由于当时的英国殖民者 想在美国的土地上建一座大学 正因为哈佛大学的建立者当中 有很多人都是建桥大学的毕业生 哈佛大学所在的城市也就被命名为建桥城 哈佛大学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私立研究型大学 是著名的长春藤盟校成员 截止2018年3月 这里走出了8位美国总统 另有157位诺贝尔奖得主 18位菲尔兹奖得主 14位图灵奖得主曾在此工作或学习 其在文学 医学 法学 商学等多个领域 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极广泛的影响力 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 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漫长的岁月以来 哈佛大学不断在世界范围内 对教育领域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 并开辟了许多先误 哈佛大学学生成绩的计分方法 一般有次 第1 按A B C D E 及计分 A为最高分 第2 及格和不及格 第3 满意和不满意 第4 有学分和无学分 到今天 所有本科生除了主修课程 还需完成八类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 它们分别是 美学与理解 文化与信仰 数学与简化解释 道德理解 生命科学 物理科学 世界与社会 及美国与世界 麻省理工学院 简称麻省理工 在最新的QS 世界大学排名中 位列第一 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波士顿都市区建桥市 主校区伊查尔斯和尔建 是世界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 麻省理工 拥有7个本科学院 分别是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工程学院 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 阿尔佛雷德皮斯龙管理学院 理学院 维泰克健康科学技术学院 施瓦茨曼计算机学院 热门专业有航空学和航天学 建筑 生物学 化学工程 化学 土木工程 地学核行星科学 经济学 电力工程和计算机科学 外国文学和语言学 人文学科 管理 数学 机械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气象学 物理学 化学 经济学 哲学 政治学 心理学 城市研究与规划等 截止2019年 麻省理工共走出了21位图灵奖得主 仅次于伯克利 位列世界第二 而截止2019年 先后有93位诺贝尔奖得主 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过学习过 位列世界第六 另有八位菲尔兹奖得主 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过 位列世界第八 哈佛自然历史博物馆 有三个博物馆 植物标本馆 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和地质学 与化物学博物馆 而且自然历史博物馆 还和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相连接 所以进去后 可以看到四个博物馆 博物馆内的两个镇馆之宝 是重达1600磅的紫晶洞和玻璃化 哈佛大学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研究 比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广播合身站 博物馆的收藏品贯穿不同历史时期 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它的馆藏品 汇集了几代人的慷慨捐助 绝大部分捐助者 都是哈佛大学校园 通过百余年的努力 哈佛教职员工利用这些丰富的资源 为深入教学和研究追本求援 为增长哈佛人的学问和知识旁征博引 创造了哈佛大学的博物馆文化